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能豐胸挂疾 妳是一個為了阿姨 怎麼會把姿子的生命 的床位置於掉妳 為什麼 妳簡直是要害慘她了妳 她一個人會道歉 對不起 對不起 阿姨 對不起 看起來得到金鐘獎 妳怎麼做這種事情 有這麼小的房間 彷彿把姊姊跟姊姊推進了 看守守跟老房子一樣 什麼 這個房間還有牢獄之災 其實只要花點力氣換個位置 就可以化解了 這個 你是不是移過來 那個 女人藏錢的地方 是 往這邊放 錢財自然會來 你只是在一個地方放而已 好 什麼晚上就換 要看農民地可以安床再放 現在才講 對 從前面那裡 因為我受不了收視的壓力 愛絕對不能比人還要兇 詹老師還要教你 人宅要相配的風水哲學 日本嗎 真的耶 這個花開得好漂亮 紅米鳥架 鳥羽花架 有什麼在清景澤的感受呢 這簡直是尖六圓的再板 是啦 剛剛還有富士山你看看 真的耶 好美喔 其實每個人的夢想 就是希望有這麼大的情願 對不對 有好車可以開 對 有好的衣服可以穿 適合自己的衣服可以穿 開車耶 可以開雙臂 還好我們有演雙臂樂 其實是幸福就在你身旁 財富就在你眼前 只是你沒有掌握住而已 真的啊 對 因為製作人在那 我們要跟他領錢 不是 財富就在你眼前 就是他人 通告費 對啊 對 我敢開富士山 哇 火火大太陽 有沒有看到 有 我們上次不是去李天躲大哥家的時候 不是一直強調說 明明好山好景 也可以自己來創造 其實這就是一個很實際的例子啊 所以你就可以在家裡 前面弄一個這個 對啊 就是 靜靜的就可以看到一座山了 可是它這是大樓的中庭啊 對 那等於對這戶來家來講 他們家就是有山景可以看嘛 對不對 可是它有山景的話 然後它還放哪一個呢 那個叫什麼 叫做 吐蜜蜜 對 它這樣不是就沒有 它認為那邊是有天嵐煞 它需要把天嵐煞化有為無的意思 也是用心良苦 這一家你收多少 不是 你看到 不是 你剛剛接到 不是 沒有 不認識 只是幫它詮釋一下他們的用 好不好 不過今天這個主角 我記得這主角最近滿順的 非常好啊 我覺得它一直都滿好的耶 戲也拍不完 而且我剛看到它整個人 越來越亮麗 越來越美 而且越來越瘦 真的 順還要更順 好還要更好 否則我們的節目就失去意義了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利用它的這個例子 好好的風水來教大家 怎麼住豪宅 怎麼開雙B來創造好風水 而且就由這一集 看山不是山 看樹不是樹 看草不是草 我們就由這一集的原意 來告訴大家 如何創造出 開運的這個庭園盆栽 樓下空有好山造景 但樓上的擺設出了問題 到底劉小儀 被什麼煞氣所苦呢 而已經拿過金鐘獎的他 想要讓自己的事業 跟土飛夢境 到底在這一片 綠油油的庭園中 種什麼植物 最開運呢 大家很多人現在重視這個 庭園生活跟綠華家庭 一樣這麼多的盆栽 我就快言快語 好 譬如說遇到好的樹 當然會期望我們家運 像這個就是松樹有沒有 我們中國人說 松果長青有沒有 日本人在過年的時候 也會在門前放這個松有沒有 用聞到 請問這是有味道嗎 沒有味道 小聞 結球果 沒有味道 對啊 想說就是做一個 想要浪漫一點就浪漫起來 代表說家中有年紀大 大的人種松果長青 可以征服征壽 所以住在這個社區的人 都會長壽 好 還有什麼是適合在家中 居住的一些盆栽 就是紅族 除了日日紅之外 股票也能夠天天紅之外 它也代表竹節高升 事業順興的意思 這個 所以這個也可以多種一點 很漂亮 只有一個 可以多種一點 像我們騎士 看看那個 那邊有個桂花看到沒有 桂花這就可以聞 這裡就可以聞一下 現在應該沒有味道吧 現在有開花嗎 有開花 可以聞嗎 可以聞 可以啊 不好意思 她喜歡哪個是桂花 桂花很香 這個小姐 桂花真的很香 我超喜歡桂花 好香 韭越桂花香 這兩位不要聞一下 也太高 你的桂氣都很香 對 桂花就是有桂氣 有桂氣 對 有桂花 不好意思 有一點給我們 你不要衝動一下 什麼 衝動 桂花就是桂氣逼人 貴客贏門的意思 其實非常的加分 還有包括我們說 有人說龍樹是噪音對不對 對啊 其實錯誤的 龍樹只要 龍樹哪有噪音啊 有人 就是其實風水師說龍樹是噪音的 我來解釋一下 龍樹只有朝來余天 不是 龍樹的話 它如果整棵蓋在家裡面的外圍的話 因暗而不見天日 當然是有點噪音 像這兩個窗戶有沒有看到 對 無論種任何的樹 只要遮擋到窗 暗無天日 任何樹都噪音 而這個窗戶有沒有 是有天有地 有樹 有圓有勁 反而是有圓景的 不是龍樹噪音 是龍樹整棵照到家裡門口 或前名堂 或是窗戶才噪音 龍樹是 代表氣度很好的意思 窗戶的風範 如果要胸部大的話 就種龍樹 不是 我要出貨大師要來我們診所 要融 要融 才不要可以省錢 有融乃大 所以這個盆栽帶來很大的學問 是的 那是不是趕快到我家 看一下我們家種的 好 你家有種嗎 有 我們家沒有 但我們家後面有 真的 對 應該 馬上來到劉曉怡家 看似方正的客廳 卻因為致命的擺設 讓財運一泄千里 秀心 你家也犯同樣的戳 八千里 哇 哇 哇 您錢 榮得厚福 妳也拜託 我們三年都沒有記憶 對 我的節目你有看過嗎 你不是我嗎 他現在說我的節目給你看 我們的節目 還以為你跟我說哇 你們兩個是很有交情是不是 詹老師 我們的節目是我們的節目 我為什麼要聽到講台語呢 因為我們那時候拍台語連續 真的啊 我們以前有一個捏約 演了二十幾集 我演 我是演一個公公 他知道你是個小太監嗎 他是演那個老仓 老仓 老寶 還叫我其他捧場 Casting Casting的很好 叫太監去跟你捧場 我不知道他是太監 後來才知道 應該是在關鍵時刻發現他是太監吧 太丟臉了啦 沒有 他跟我並沒有場戲 對 因為也會影響說是 然後那時候一直要叫老師 來 確實 那時候一直要叫老師 到底叫他 你都不愛我要比你住 真的喔 他都不來 都一定要我的金鐘獎才要來 你看這個人 還可以 還變相的在 來 然後我們就沒有要聊這件事 我們就說 你怎麼都不來 你怎麼都不來 好 講一下 金鐘加持之後有沒有很不一樣的感覺 有 很不一樣 就是也沒有比較少 真的嗎 真的很不一樣 怎麼會 金鐘魔咒 很多人會這樣講 可是我覺得那是講的肯定 照理說應該是契約更多 還是說你金鐘獎放錯位置 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 他的地方 你金鐘獎應該放在我家 對 這樣有意義 他的地方我剛剛看過了 他是外地有好的因緣 所以第一個我必須要 督促他趕快到外地去發展 好 其實我們外地代表外地的原本 對 你看看 我們的節目都沒有你看 我們都沒有你看 你是當我們的節目 所以你外地的原生就是 就是臭男的就對了 很多男人 這個是出門的籠邊嘛 籠邊代表男人的圓嘛 都是臭鞋之類的 這是我們家侄子的 對不對 不是 我跟你講 我本來是放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可以對不對 是 你不行吧 裤邊好一點 可是因為鄰居說這樣子不好 按電 所以我們就又把它挪到這邊 基本上我是個人覺得 放這邊是還滿順的 因為你不影響鄰居 但是應該是有一個漂亮一點的鞋櫃 把鞋子都放在裡面 基本上 如果說好搬洞的話 放這裡 不傷到家 消防痠 老師 聽我講 基本上如果好搬洞的話 安全 不是 基本上好搬洞的話 這裡不傷這個 出入大家的口 就算你放活動室在這邊 一般民眾還是會抗議 因為大家都會有安心 因為很多人說 所以這邊它是可以頂的 就是坐櫃子就好了 坐櫃子的話 以逼不通風的鞋櫃們為原則 如果大家都 看不到鞋子的 關掉你的男人圓嘛 對不對 對 為了男人圓 你還是把鞋子贏一下 好的 請進 好 裡面了 對 我採光很好耶 哇 對 舒服 舒服啦 真正方方 漂亮啦 因為有通風 一進來就感覺到 那個空氣很流通 採光非常好 你看這邊也有採光了 廚房也有 餐桌也有採光 放了一個這麼漂亮的東西 對 很棒 你好 你住這邊多久 這一年 才一年 才一年 是買的嗎 不是 是租的 因為跟我姊姊一起 一起住 一般今年是才一年 所以你等於租的話 裝潢你並沒有 沒有什麼裝潢 因為不是自己的房子 是 大家記得一個大原則 住房子分兩個 我要住 如果你住在 套房或市中心的話 那只是住人氣 這種套房或市中心的房子 只適合投資買賣而已 但是如果你要住運氣的話 其實我們住在郊外 有格局的 有窗 有房 有門的 這個是最好的房子 有房子沒有窗 有窗 有房 我的意思是說 請問答案 有一個方式 是 有窗 我的意思是說 有格局的房子 不是那種套房的 所以你要住運氣的話 請願住在比較郊外的 比較寬闊的 就像現在這樣 所以我記得是 住有運氣的房子 買賣有人氣的房子 買賣有人氣的房子 所以就是以投資上面來講 你就是要買在精華地上 然後人氣很多 那如果是自己住 可以住稍微遠一點點 沒關係 但是生活環境可能比較好 運氣會比較好 所以它那個 之前的房子可能比較郊外 但是可能空氣 陽光 陽宅部分都是加分的 才能夠得獎的好機會 既然現在已經租了這一間 我們就是要把這一間 改造成自己的豪宅 沒有錯 繼續拿金鐘 然後可以開雙斌 基本上 跨了這個心金 心金沒有什麼所謂的不好 對啊 心金仿佛是一座大的廟 我們通常中國人喜歡 抬頭三尺有神明 我希望心金能掛在 你的正前方比較好 可是有樑 沒關係 對 沒有關係 所有的大廟 所有的大的廟 佛祖的頂上都有樑 其次後面這個地方 是要放著山水花 有靠 有山 才能夠有靠山 哦 所以我給你建議是這樣子 所以不能放失蹤嗎 老師我一直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說後面要放山水花有靠山 我可不可以就去放一幅畫上面寫靠山 可以啊 靠山 不是 為什麼 比較簡單 為什麼 不能就是真正的畫一個山呢 就寫靠山你不覺得很轉嗎 可是你如果 別人唸成山靠呢 它的靠山兩個字就是 如果以中國象形文字來看的話 對是非多的人 它是可以告別 三個不好畫的 不是 有告別是非 你剛剛聽到 我從後面沒聽到 是告別是非 有山可靠 這是猜字法 也是象形文字的方式 其實就是意思 把這個靠山兩個字化解成 一個圖騰 就是不講是非 有人可以依靠的意思 看似滿分的才位 有L型又聚寶盆 堪稱完美 但是接下來 詹老師卻發現 這個柴位隱藏莫大的危機 那這個柴位對不對 對 是什麼爛組織 你看看 這過年 你知道你知道每年過年 大家都會買這個硬硬錦 你知道嗎 有 我媽也會買這個 我們今天大家有闊葉靈 或是旺材的書 或比較有生機無限的書 它第一個沒有葉子 第二個毫無生機 而且類似枯沫 枯沫 枯沫想逢春嗎 很難 枯沫想絕處逢生嗎 南上加南 所以這個柴不能放在我們財位 其實可以放銀柳 那你的錢彩毛跟枯沫一樣 停滯 所以銀柳可以囉 上次是誰家也是財位放在枯沫 Ki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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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那個 什麼童童 黃東姐也是放枯沫 這個是擺氣氛的 如果像有症狀的 像我們說的 放射狀 譬如我們說這個仙人掌 或是我們說的一些那個有症狀的植物有沒有 像類似這個 它有自殺的作用 智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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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殺的作用 智殺的作用 太可適合把東西來講那一半輕鬆 嚇死我了 我已經盡量講慢一點 智殺的作用 所以家裡有一些煞氣可以用那個智殺 生素 先能長 或是有一些症狀的 其實它有智殺的作用 以真對真的方式來化解 如果我們看到什麼壁刀 我們現在講自己有壁刀嗎 譬如說我們除了看到一些 蜈蚣 蜈蚣 都可以用這個考慮 它不是完全不存在的 但它發現才會是錯誤 就是那個巨寶盆嗎對不對 是啊 蛤 幹嘛 等一下 到底巨寶盆藏了什麼 巨寶盆嗎對不對 是啊 幹嘛 等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幹嘛這樣 裡面的東西很好啊 感覺有在養小鬼嗎 不是 然後就是希望招財 放一些錢 然後可以辟邪 放一些米 什麼的 裡面還有畫符 你有沒有看那個林鄭英 那一個有沒有 就是他會餵那個 嬰兒的腦給 誰餵那個東西 我感覺他放在裡面 他是餵裡面的 對啊 好恐怖 這就是之前的一個 也是一個師傅 然後希望 這個人 一看到 寫了這個人 摧到爆了 為什麼 摧到爆了 第一個他的程序錯誤 怎麼說程序 什麼程序 因為有建財 對 一定要記得 要放在錢的上面 或是蓋子的上面 才能夠把財蓋住 而你把錢蓋在這個 我們所說的起伏的咒語 是本末導致的 是 其次有沒有 這個字已經糊掉了 對啊 從這個字體來看的話 你們記得 要請人家寫符咒 風水詩也好 符咒詩也好 一定要他個人財運好 才能夠借他的財 得財 盡財 會了放錢幣 叫做財運亨通 如果放財神 也代表財神加持 那財運亨通 財神加持 又有財香 財味 香是故鄉的香 財味 那麼才能夠香得益章 有廟又有神 所以你建議我裡面放錢 對不對 是放我們的錢 還是古時候的那種元寶 最好是放各國錢幣嗎 對 沒有錯 你現在買到的古銅錢都假的 那跟兒童鈔票一樣 就放我們真正的台幣 或外國爭錢就可以了 是 反正你每次出 反正你每次出國 有那個零錢你就 所以可以一直打開放進去 基本上一個原則 同錯位同錯位 就是講錢對不對 其實同錯位是香的 老師可是他 這個財味是及格的嗎 財味並不是有福就會零 但是劉曉夜的疏失 才不止這樣呢 各位觀眾 有發現不一樣的地方嗎 我們中國人說完美無缺 完美無缺 放這裡 你不如放一個大的茶几 讓它有一個完整平整 因為它缺了是不是 對啊缺了 就是有一個缺憾 風水最害怕是缺憾 天羅帝王 帝王有缺也不好 柴味有缺也不好 要平整 所以放一個大的桌子 然後再把這個放在裡面 對 對 所以它這個上面都 它這個有蛇煞 無所謂嗎 蛇煞的話就是 蛇最怕什麼 吹蛇人 什麼意思 因為它本來睡得好好的 吹蛇人一吹它就要動了 很累耶 身上就要看到的話 蛇本身跟老虎是所謂的相害 那你不能養老虎對不對 所以有蛇煞的客廳 你放老虎的圖騰 不要在後面就好了 人路虎口是不好的 在那面牆或接近那面牆 放老虎的圖騰 其實它們因為生肖裡面的相害 其實有自殺的作用 其次我們當作就要蛇好了 有形就有煞 你就放一些刀刀漸漸的小東西 掛在上面 我覺得也有一個斬斷的作用 所以如果是那種可愛Q版的老虎 也OK嗎 我們家有巧虎可以借的 老虎牌萬斤有沒有 不是 一定要 幫你怎麼樣 一定要手繪的老虎圖騰 或是手工 真正手工刻的木雕 諸如此類的 我覺得都很好 還有就是說 有些人刀刀漸漸 是不適合放在客廳 代表有雪光之類的 當遇到這種蛇煞的時候 其實蛇生肖都很怕刀劍 其實放在牠的牆壁上掛在上面也可以 還有另外一個起燥 燥 吹燥的燥 吹燥喔 中國人以燥的鞋代表化解的意思 是燥 燥掉的燥 竹子的 或是我們說木頭的燥的形狀 用紅線綁在上面 綁在一起 綁在那個蛇子上 雖然看起來怪怪的 中國看到一條蛇好太多了 它有化解消失的 老師講了一次又一次 不要再跟你的錢財過衣服去 才為機會擺放鋪目 因擺放綠意盎然的植物 而聚寶盆內 也不宜有脆色的符咒 另外冷氣管線外漏會形成蛇煞 容易引起健康方面的疾病 可以在牆邊掛上老虎的壁畫 或是在管線上用紅線綁銷 以化解殺氣 而解決完客廳的問題 一行人馬上來到後陽台 悲慘的後陽台 竟會讓劉曉怡的性生活受阻 因為有的人是說 先談戀愛前面生小孩子 有的人先有那種性愛生活 然後再談到婚嫁 考到性愛生活也代表外地人 跟子女緣分 後陽台就代表你的 性愛生活 真的假的 對 還是生日子來看人 那要看一下你的後花園 是否很美麗 後花園 幹嘛了啦 不用出去了 完蛋了 要去看看 穹胸惡敵的後陽台 連看都不敢看 劉曉怡超狠心 竟把親人送進老房 你是一個為了阿姨 怎麼會把直直的生命 的床位置於這樣 生命 為什麼 你簡直是要害慘他了你 我看你怎麼會道歉 對不起 對不起阿姨 我看起來你都要親中講 怎麼做這種事情 對 這麼小的房間 彷彿把姐姐跟 考到性愛生活也代表外地人 跟子女緣分 後陽台就代表你的 後陽台 性愛生活 真的假的 對 馬上生日子來看人 那要看一下你的後花園 是否很美麗 後花園 後花園 幹嘛了 不用出去了 完蛋了 為什麼 幹嘛看 怎麼了 不好意思 你這樣我很緊張 什麼事 幹嘛 到底真的假的什麼事 不是 幹嘛 什麼事 妳說 我們會不會好像這樣 對 這樣性生活會不會很陰 什麼東西 我看後面都很細 對啊 看起來真的很恐怖 對 妳不要 這樣會不會有亂的感覺 我不要一朝半身床 這樣我真的假的亂 我去看一下 妳看一下 對 等一下 到底幹嘛 老師還踮腳 好好玩 是不是 怎麼樣 怎麼來 怎麼讓 妳問我們怎麼 妳看不出來 對啊 難怪麵包老師那個 那個 麵包老師 麵包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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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說麵包老師是誰 上月宜明姐 常常覺得 妳真的看不出來嗎 真的沒有 妳們是不是 太誇張了吧 太誇張了 那一整片 沒有 很緊張 到底是怎樣 好啦 換看來說了 妳看看 妳自己看那麼多 什麼東西 我也拜託妳好不好 老師講真的 妳看在後面一大片竹林 就算了 然後後面都沼澤的感覺 好潮溼好陰暗 對 妳這樣 沽默都哭掉了 哪有 這樣怎麼會有好的性生活呢 真的要好的 哪有 我知道 我懂 我懂妳們講什麼 那妳趕快說 因為他們傳承就認為說 竹子是招音對不對 是耶 因為很多骰工 在招呼的時候都是用竹子 對 用竹子 其實舊時期 我跟妳解釋是 柳樹 不是用竹子 代表 代表竹節高升 虛懷若古名 這一次 而且這個竹子 蘇東坡說過一次 可以一日不食肉 不能一日不看竹 有這句話嗎 說東坡有說過一次 有說過 因為東坡肉非常有名 可是他說我可以不吃肉 對 可是我一天不能不看到竹子 是 所以不要給竹子 賦予它招音的罪名 其實我個人 也沒有說一定要給它這個罪名 對 因為竹子的確它 你知道白天看很漂亮 而且它是一種氣質的感覺 對 很舒服 可是晚上 它一直在那邊飄啊飄啊 它的確會造成一種 那種聲音會讓人家比較害怕 對 對 其實是鳥語花香 叢鳴鳥叫 所以你是說它的後花園 鳥語花香叢鳴鳥叫 對 你這邊幾樓 這邊四樓對不對 四樓 四樓OK 反正是一樓噪音來看出來 真的嗎 所以你說一樓那個的 性生活噪音 不是 不是 你自己看了一個芭蕉樹 芭蕉樹才是真正的噪音 剛才跟我講說這 是喔 芭蕉樹有什麼真正噪音 芭蕉樹的型 芭蕉樹不是鐵扇公主最愛的嗎 芭蕉樹它完全 第一個 它的葉子大 它的樹下反而是一個陰暗 終於不見陽光的 而且芭蕉樹從遠看 古人說它是有鬼魅飄的形狀 不是我說的喔 他們認為芭蕉樹才是真正有噪音的 而且在天晴雨天 它都呈現一個陰暗的 整個芭蕉樹的叢鳴是最噪音的 因為它會遮蔽陽光 對 那就沒什麼問題了 恭喜你的新生活 太好了 搖眼花香 然後春光來春光來春光 不好意思 人無遠慮必有禁憂 客廳有蛇 這裡除了有蛇之外 這後陽台代表它的一個 後代子孫的舞台 一副那麼大的一個壞的 類似刀的機器在這裡組隔 非常的阻礙很大 可是現在大家都一定有 這個人氣的主機 它是不是有比較好的地方可以放 這是女兒牆對不對 女兒牆以上是 好風好水進氣的地方 請她放低於這女兒牆 內外都可以 你其實都往上移掉了 對啊 就不會擋到 因為這個阻礙到你的視線 對 所以這個要提醒一下 好的幸福 好的未來 後陽台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在這邊這樣採光很好 所以還滿舒服的 一下起伏很漂亮的畫 幹什麼 而且就是 對 不要掛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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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你的後陽台算乾淨 還滿乾淨的 對啊 後陽台有得天獨厚的圓景 雖然樓下有 周圓的芭蕉樹 但劉曉一家 在四樓 所以影響不大 而主外運勢的冷氣壓縮機 移到女兒牆下方 就能夠輕鬆解決囉 幹嘛了 沒有 這是不是虎邊 對啊 怎麼分 我不會翻 左青龍又會 面對客廳的大門 左青龍要動 貴客迎門 虎邊 右手邊後面是虎邊 所以那是柴味 妳空有這麼柴味 妳想喝一杯嗎 妳不是柴味 為什麼是這樣 那是藥酒 這藥酒 那是藥酒 那是藥酒 妳要吃薄筋骨 薄筋骨 薄筋骨骨 薄筋骨骨 妳為什麼要喝到藥酒 妳怎麼了 不是我 對 是我姐姐 姐姐在皮身體 生過小孩的 老師說這個是 薄筋骨 好濃喔 超濃 所以我們都把一些 但是這是柴味耶 妳剛剛沒有注意聽到嗎 妳柴味放一杯中藥 然後藥酒 酒杯高粱酒 難怪 我的酒量這麼的好 都是我不好 三年後才跟它重逢 妳看妳這些藥 對啊 都是藥 所以這個地方不能放這個東西 都是我不好 空有這麼好的房子 既然沒有辦法做到最好的 那妳今天看到我 我早就是開雙逼的 妳看看 怎麼樣 家裡頭聚寶盆這麼多 竟然放在電視櫃上面 是 所以趕快我把它清掉 對啊 妳看 我知道了 所以妳聚寶盆當然 而且聚寶盆都放 應該放錢對不對 對 我們看它放什麼好不好 妳看它的體態就知道 不會是當歸壓吧 喂 看起來吧 看到這麼瘦就知道 應該是放吃的 都是糖果耶 這個過年很好吃 金屁巧克力也很好吃 這個好吃 可是我覺得不太甜 對啊 這個 這個 這個是我收買的 今年的 今年過年 這是梅子的嗎對不對 喂 這些重點是要幫我改運 新寶盆 你要給人家刮回來 我要吃 我怕你們 這個是取寶盆子 可是明明它在賣的時候 老闆就說可以放水 放一些糖果 所以放錢就可以 我懂 因為他們家有這麼好的菜味 還是要換瓜子 不是 瓜子可以招出來 如果要吃 要放吃的 就放在餐桌的中間 放在這裡 就比較屬於 我們說增加食欲 是說你不能放櫃子 櫃子上面放什麼東西 比較重要 然後放一些能招財 因為剛好這裡是 就是財位 財位 可是它的財位上面 有那麼多東西嗎 這基礎上面是 把它稍微進空一下是比較好 這個 這個怎麼進空 這個怎麼進空 像那個貼那個五四三的圓環 可是我們當初會貼那個 是因為它裡面有個洞 哪裡 就是你撕開的話 它就是要碗線 對 一行人即將進入劉小憶 空間寬闊得住臥室 卧室 幸福吧 我的美滿 一行人即將進入劉曉毅 空間寬闊的住卧室 所謂人宅要相配 究竟一個人住在這麼大的房間 是福還是禍呢 衣服要是沒有妥善遮掩 可是會讓你噩夢連連喔 今天我得到這個金鐘獎 因為放手有關係 太開心了 我們剛才我說了是不是 我跟佩蓁會感謝所有大家 給我們的支持 不要擋這鏡頭 謝謝你們的支持 放手有關係 謝謝 好了 你們兩次 總算迷你節目 才到一天了 妳怎麼選我當選最佳迷你 實際的大家 謝謝 小金餅 我們節目獎 重點是我們保持跟這個沒關係 第一次摸到金鐘獎了 直接沉墊墊的 沉墊墊的 因為以前是真的金 現在已經不是了 妳還要求 現在什麼金價什麼年代 對啊 怎麼可能 趕快看一下我房間招財 不要再看這個了 不要再看這個就是妳的了 那是個大榮耀 妳現在這樣隨隨便便就把它放在旁邊 雖然沒有地方放 因為房間太小 妳可以放柴位啊 對 房間有柴位 房間當然有柴位 在哪裡 妳看看 房間柴位還真難走 真的 因為剛好45度是已經漸窗了 那是那一邊嗎 又是衣櫥嗎 又是衣櫃 欸 嚇我一跳 其實就是房間裡面的柴位 這裡 如果柴位如果處理好的話 當然透明的柴位是非常好的 它柴位這樣子算是處理得很糟了 算是不加分不解分 沒有什麼 平平 重要的是它柴位之外 我覺得這房間裡面的衣服有沒有 是 怎麼樣 一塌糊塗 什麼一塌糊塗 可是說老實話 很多人在租房子的時候 都會用這種鐵桿 然後它的真的算整齊了耶 鐵桿這樣擺 整齊是一個要求 其實這個衣服有濕氣 有晦氣 因為這邊也不是沉滿 或是我們做了一些不舒服的 一些有不好的氣 你怎麼沒有放那個 那柴陣 偶爾會處一下 就是不是天天 妳自己有沒有那個置物間獨立的 嗯 那個做專用 給姊姊用 妳也可以用嘛對不對 應該可以 對 多硬是不是 她就說給姊姊用 對啊 妳沒看出她很為難 妳有看出那姊姊就是要用嗎 妳沒看出 她就不能用 那姊姊就是要用嗎 因為當初 妳家這個只有三房 然後我姊姊跟她兒子兩個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因為我獨生嘛 那我比較有可能交男朋友 那她帶著小孩就機率比較低 所以我當初就為了這個考量 我說那可不可以我睡套房 然後她另外兩個房間給她用 因為小朋友東西也多 對 最重要是晚上睡著的時候 當你醒來的時候 左邊會有一個衣服跟褲子 類似人的血 會被自己 自己會被這個掛的衣服所嚇到 因為被自己買的衣服 嚇到品味也太差 妳應該是說掛這樣 會比較會嚇到 如果是掛這樣 會嚴重的狀況 對 妳說這樣側的也會 妳會覺得有一個側的人在這裡 對 也太恐怖了 這個也太瘦了吧 當我們意思不清楚的時候 辦公辦行當中 就會被這種 那如果用布蓋住 那就對了 皮膚蓋住 那就對了 因為很多人會這樣子一個褲子 把它做一個遮擋 那塵蠻 濕氣 我們說這個不好的都不會跑出來 其實因為衣服 其實我們穿出去回來 如果沒有馬上洗 其實有血一樣 上面其實都還是有灰塵 對 這位門門的 對 可是你們有更衣室嗎 那一間不是更衣室嗎 要放鞋子啊 因為鞋子太多 你知道 衣服的衣服鞋子 就是會有一個樣子 這都是你的鞋 對 是 這盞怎麼開啊 哇 這明明就是一間更衣室啊 其實你這邊做的就很聰明啊 你就有一個 對 對啊 因為那個是怕臭啊 而且他自己也是用一個這個臉 把它遮起來 就比較不會看到 所以他只做了一半 沒有做完全 哦 可惜 這裡反而是你床很遠 遮的需求性 有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 其實你應該把你的衣 這個衣架塞到裡面 來這些有櫃子拿到外面放 對 可是放不下 好吧 你說這一個挪進去 就是你把對調啊 這三個全部對調啊 這個放不進去啊 意味不會外一個 拉出來比較好 其次你看 左青龍 右白虎 是 我們中國人講求床母 也代表我們的一個愛情跟草白虎 所以這床我覺得還滿好的啊 你看 你又沒有左右逢圓 對啊 左右什麼 左右逢圓 可是 所以他缺哪一邊 老師 真的好 怎麼看 不能說到哪一邊 你看不出來嗎 他缺哪一邊啊 不是啊 這是缺男生的女生啊 因為他的龍邊有沒有 本來是開闊的 可是就有這些衣服的晦氣 濕氣影響 就減分了 那我們說有時候 姻緣不是靠自己 靠朋友介紹 姐妹介紹 而他的虎編卻撞壁 所以 撞窗 撞窗撞壁 即使有好的姻緣 姐妹不注意 朋友來搗蛋 後面扯到後腿 被搶走 說如此類的 是喔 或者去中傷他啦 難怪 我起中只有50摔到85之類的 難怪我的男人都大概一年左右就沒了 有這麼久 有這麼久 就是如果八個月也一年算 所以這個東西將來就從裡面沒有 算移過來 不要超出 不要超過那個門的話 就是一個左右逢人 要左右逢人 而且這樣好姐妹會幫你介紹男朋友 會幫你先過濾 反而會更好找到對象 找我出去玩 真的嗎 我好像從裡面 是 你看 就是為你一直看 什麼啊 天花板的詭異擺設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一直看 什麼啊 中國人說床上不能有跟弓箭一樣的 類似弓箭一樣的 類似刀一樣的這個 所以要改成圓的嗎 改成圓的或是換方向 你轉一下就不會切到 所以雙一過來就不會正切 好 了解 真的是非常危險的 老師 她那個梳妝台有什麼 因為其實女藝人的梳妝台也很重要 代表是我們要出門的 所以都是我不好 這麼來了 三年來認識這麼久 都沒有來關心你 你好壞 因為妳都笑我眼公公 我在看 哎呀 對呀 真的 兩位續就完了嗎 還在演 當老昌遇到公公的時候 真的 這個床是不是移過來 是 那個 梳妝台是女人藏錢的地方 是 這邊放 那麼這就變成 女人 中國的女人有沒有 梳妝台是放存款 對 放錢 經營出款的地方 整個移過去之後 既沒有造床 四十度角又有一個聚財的梳妝台 錢財自然會來 你看 其實只是換一個地方放而已 差一點點 對 所以就是把自己弄過去完 那種完 OK 什麼晚上就換 要看農民地可以安床再放 還要看什麼 放他看 床友 床母 測有測神 你怎麼現在才講 因為 因為我受不了 收視的壓力 過房 首要注重的就是桃花 床位虎鞭撞壁 容易被女性友人惡意傷害 已將床位居中 左右逢圓 才能夠提升人際關係 而梳妝台移到柴位 不但提升異性緣 更可以增加財運 他的臥室解決差不多了 但是 但是什麼 我們很多觀眾朋友 時常陷入一個迷思 什麼迷思 到底哪一個房間給誰住 房子的那床 跟床 床的大小 跟房間的面積大小 以及誰適合住哪一間 這才是今天的最精華的地方 所以這邊都要檢查 我們現在進廣告 差了 那當然就是付房住付了 比較多的人選 對啊 一定是這樣 不 絕對不講 請跟我來好不好 絕對不講 不要因為你站了錢 就能住大房 喂 人不一定要住大房 要住比例相對的房間 到底姐姐房出了什麼問題呢 糟糕的床位 彷彿住在樓房 這其實是我姐姐的房間 你看 大小的茶茶 你姐姐在睡上面 她這個是小孩 子子 為什麼小孩不容易跟姐姐睡床上 沒有 小孩子到後來 本來都是跟姐姐睡 結果後來她就自己要求說 她不想睡在床上 你 這也太可憐了吧 我平常 幹嘛了又幹嘛了 妳是一個為了阿姨 怎麼會把子子的生命 叫床位置 置於這樣 生命 為什麼 而且睡得很可憐 所以在腳邊 然後又這麼窄的地方 不是 我看了不是這角度 是 妳簡直是要害慘她了 妳 媽 她不管妳在哪一邊 都四處外露 對啊 妳怎麼為妳方便把妳的小姿 妳這個情況跟 我們之前那個媽媽的 妳主角的 把嬰兒放在床 是接近的 對 妳真的很壞 我怎麼知道 都不來要睡哪 妳可以折述會道歉 對 對不起 對不起 阿姨 對不起 金鐘獎 妳怎麼做這種事情 對 等一下 我金鐘獎跟風水沒有關係 對不起 是拍戲 現在很過分 所以她這樣子 就是一個大衝就對了 對 基本上如果把子子的床位 移過去的話 至少跟媽媽 一起 並家齊區 並肩 同向 都是好的 所以她這個房間的床太大了 而且這邊睡幾個人 兩個 兩個或三個 妳的房間睡幾個 三個 或三個 有時候我姐姐的男朋友 然後他們擠在這裡 妳房間幾個人 我有時候一個或兩個 七月判的時候有兩個 不是 為什麼會 所以偶爾男朋友 對啊 一個或兩個 妳忘了 她的後花也很 忘笑語花香 花香 從女鳥 要現到一個 宅大 人少 宅客人 宅小 人多 人客宅 也就是說 這麼小的房間 擠了三個人 彷彿把姐姐跟姊姊 推進了 看廁所跟牢房的資料 差一點 差不多這樣喔 看廁所 你只要起來上廁所 位置就沒了 對啊 她自己 卻貪圖自己的個人 為什麼 享受 快樂 是說你來建議 還是說你來建議 有時候會是三個人 謙卑 謙卑跟懺悔 對不起 快記者會道具 但是 這麼嚴重 沒有啦 因為當時我就講說 因為我有的時候 想說我家男朋友 有套房還是比較方便 那因為小朋友 就沒有什麼關係 廁所又在旁邊又擠 我又有話說了 你 你當然有話說 你好好說一下 今天 房間的大小 代表家中的人的地位的大小 姐姐 大 妹妹小 所以 父母或兄長 要住房間 平數大一點的 才能夠 有大 有小 長幼 有序 你這樣做了一個錯誤的示範 將來直直住久了 也會 沒大 沒小 所以 我勸你還是做一個調整 所以他們兩個的房間 應該互換 除了互換之外 對她來說也好 對小孩 對姐姐也是好的 所以如果她的房 她住來這裡的話 除了就是長幼有序 這一些之外 對她自己的運勢各方面會比較好嗎 嚴格上說起來 這間房間方方正正的 幾乎是少住少量的 可是她 而且前無窗 後無門 左右也可以再逢圓 把所有的衣服雜物 往我們所說的置物間 跟姐姐共同去使用 或她獨立去用 反而是比較相得益彰的 你們把姐姐跟小姿擠在這裡 他們當然就是沒有空間放衣服 所以置物櫃就變他們的 風水最痛苦的就是 觀念的改變 就是這邊純粹就是睡覺 大概 然後那邊就是放衣室 一樣可以帶人回來睡 也不影響 這不是重點 幹嘛這樣 鼓勵她 她剛關訊 她剛說有時候帶 她自己會 我知道 那這次還有一個 她之前求了一個平安符 這樣子哪裡 這是平安符嗎 那上面寫 因為這樣不對 這看起來好像貼橫的 這個是一個充滿了 錯誤符咒張貼的家庭 是嗎 不是那三個人 不是應該放橫的嗎 對啊 其實真的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金針 所有的符咒 這不是拿去 所有的符咒 一定是貼在房門外 聽門外 還有我們說的這個招門外 風水裡頭分為五大門 大門 中門 總門 小中門 臥門 臥門 便門 便門是什麼 就是徹上的門 所以這五個門 大門很重要 總門就代表我們所說的 房間跟客廳中間的門 對 現在有的人是會這樣隔開 那其他就是我們說的 房間的門跟廁門 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就說服這種東西 絕對不是貼在門裡面就對了 一定要貼在門的外面 就上次老師有講過 你貼在裡面 就像山海鎮一樣 鬼都進來就嚇閃在你 對 嚇閃在你 對啊 好可怕 就應該站外 他進來之前 嚇死了 就是一進來他就散 煙灰飛滅的在這個房間 假設鬼進來了 想出去都出不去 請鬼容易變成送鬼難 但是它這個是平安符 本來是祈求平安的 它貼錯 頂多只是沒有平安而已 你要貼這種東西 只能貼 譬如說天官賜符 或對我發財 那個比較符咒 那時候開運的一些助語 只要沒有卡到一個符咒 跟請神 請神之類的話 就沒有這些禁忌 因為我們在米缸貼一個滿 或冰箱貼一個 那就不算符 可是說真的 這是我第一次看人家貼金針 對啊 真的是金針 我剛剛抬頭才看到 金針不是要拿去燙嗎 所以就是不要貼 基本上把它劃掉 拜一拜劃掉就好 弟子謊謊公頌 所以老師說 我們真的常常因為不懂 或者是因為半吃半解 就害到自己或家人 因為我們常常真的搞不清楚 就以為是這樣就這樣貼了 其次 中國陽傘裡面五大神 門神 罩神 側神 床神 床母跟地母機組 你的床 怎麼樣 你自己看看你的床 好 很多點點 不是點點 對啊 很多點點 怎麼了 就是說你的房大 床小 也是寒氣 很多的觀眾朋友 房間很小 硬要塞一個大人的雙人床 形成空間比較 狹窄 衝突 反而變成自己壓迫緊張 所以你要跟你的姐姐 除了換房間之外 對床也可以做調整 劉曉翼一個人住在這麼大的房間 就算風水再怎麼好 只住一個人也是壞風水 不僅如此 房大床小 也會讓劉曉翼越住越孤單 反觀姐姐和侄子 睡在空間狹小的臥房 光是擺了兩張床 就塞滿整個房間 房小床大 母子的衝突也就多 應將兩人的房間兌換 讓長輩睡空間較大的房間 才有助於提升一家的運勢 其實我那時候祝福你了好不好 希望說今天改一改之後 而且要看農民力找時間 對 而且我跟你講 每個人都是可以住到 適合自己的風水 就等於是住在豪宅一樣 運氣加倍的 其實你空有這麼多的法器 這麼多能夠幫助運勢的東西 都沒有假意利用 對 其實說真的 他們家的分數 本身本質並不低的 對 有六千 六七十分以上 是不是要來看一下 我們公司的風水 對啊 我們公司的風水有關係 可以跟人家競爭一下 對 應該好 那到底是要找詹老師看 還是要找詹老師看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放 送詹老師那個袋子去審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送 妳們衝 我這麼辛苦 我現在還在看書每天 而且我們組織群 是抱兩個人還是三個人 沒有 應該是兩個人 應該是我們兩個組織 我們兩個組織 類戲劇小單元應該抱了 我們兩個根本抱了 他已經快哭了 詩人就是你 拜拜 我們兩個人 有時候 是 我們兩個人 我們兩個人 我們來看 我們一個人 的